谈战红军呢 红军是成立的队伍 谈战红军是光照的 周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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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来 张主席 徐总和晨晨晚到了 快请 是 张总长也好 二位辛苦了 快 快请坐 来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两个商量 你们俩先看看这个 关于对毛泽东 张文天等人 分裂红军的处理决定 张总上尉 这 为了稳定军心 平息重弄 这也是当前 最至关重要的事情 撤销毛泽东 周恩来 博谷 张文天的掌内职务 开除出中央委会 撤销党籍 并下令与通缉 杨上官叶剑英 停职查办 组件 临时中央 张主席 党内有分歧 谁是谁非 可以慢慢地谈 谈来谈去 总会有结果的 像我们这样 对待毛主席 和中央其他通知 开除这个 通其纳 自己另搞一套 只会亲者痛 仇者快呀 小剑同志 政治 不同于军事 你我所处的位置不同 所以想法也不同 问大仗 我要仰仗你 和各级的指战员 但我是搞政治的 四方一军 不能没有他应得的 政治地位 有些事情 你可以不同意 但你不能不理解 我的一片凉苦 用心啊 张总 张伟 毛泽东带领一三军 和中央机关不告而别 的确令人愤怒和不解 但我们现在这样处理 是不是有些 稍险过分啊 我这么做 也是出于下一步 今世行动的考虑 只有彻底批判 毛泽东的逃跑主义 和分裂行为 才有可能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 保证我们南下 行动方针的顺利执行 毕竟我们这里 还有一方面军的 两个军和总部机关的 也都与同志嘛 张总中尉 那朱总司令 刘总参部长 是什么意见啊 他们还能有什么意思 毛泽东淘宝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连个招呼也没打 也算是一起 从江西过来的战友 张总上位 那好了好了 你们俩先别说了 我相信 朱总司令和刘总参部长 慢慢会明白的 向前啊 总部已经命令 董正常的第五军 和罗敏辉的三十二军 占领茂攻以南地区 为南下开路 大军南下 占领天权庐山根据地 全靠你们二位 开山毕露了 这 建立天权庐山根据地 这 这可能吗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退一步 我们可以带全康 建立苏起根据地吗 既然张总政委决心已定 我们会全力执行的 好 我们马上召开大会 所以到时候 我会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 另外 你们两个多劝劝朱老总 和刘总参谋长 毕竟 你们都是搞军事的嘛 当总政委 还有件事 我们过草地的时候 见到了你的警务员苏玉彤 他说 是你让他到一方面军 去执行任务的 我们派了两个战士 送他过罗戒 你 什么 你 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 是我派得去的 对了 今天事情 你们两个要战士保庇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们的 好 王主义好 小松同志 毛主席 您要的粮食 红四团的杨成武政委 已经送来了 还有您要的报纸 不少吗 送报的人还说了 最上面这张 应该对您有用处 好 先再来 您 好 好 啊 我 好 我和刘参门长都看过了 我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 也不会在决议上签字 自己的同志内部有意见分歧 这是正常的事吗 这样做的结果 才是真正的分裂党 分裂红军 中国革命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朱总司令 我也觉得张总政委这样做 有些过分 但此时此刻为了凝聚军心 使大家团结起来 执行南下计划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向前同志 你怎么看 我同意老总的意见 而且 我对南下计划 不报太大的信心 中央九月中旬来电指出 国陶同志多次违抗中央的命令 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同时提出 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利益 再次要求 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 服从中央电力 部署部队继续北进 中央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中央有这样的电报 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 国陶同志不应该如此极端 否则将来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你们来看我 我很高兴啊 但是我现在连说话都受限制了 这怎么可能啊 总司令说话怎么会受到限制啊 说话没人听 这和受限制有什么两样吗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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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毛 现在开始吧 同志们 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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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今天早饭啊 我吃的是羊肉汤和锅盔啊 味道不错呀 你们吃了吗 吃了 这是我自打长征以来 吃得最好的一顿早饭哪 所以我边吃就在想啊 我们红军一到了陕北就有饭吃 不但有饭吃啊 我们还有羊汤和 还有锅盔吃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呀 说明了什么问题呀 我们北上是正确的 你说得很对呀 一碗羊汤一个锅盔 只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小的小事啊 但它可以说明 这个庞罗镇啊 是个生活不错的地方 气和气和气和气床 在这儿 上还有真的吴震 这边吃金戀 又看见你 他最后 我的力量 石油 那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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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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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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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紫武林到了 是啊 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了 翻过了紫武林 就是第十一个省 陕西省啊 我们终于快到家了 我们终于到达陕北了 是啊 陕北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呀 同志们 好消息 好消息啊 中央红军很快就要过来了 太好了 毛主席还派人送来了 请比谢 政委 中央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已经过了卫河 正在向咱们的陕甘鞭 跟去递进发呢 好了 这下好了 咱们红十五军团 真的要和党中央 和毛主席见面了 这下 咱们就依靠了 政委 快 把毛主席的亲笔心 给大家要念一念 好 同志们 我们昨日听到了 红二十六军的同志 在陕甘边斗争的历史 红二十五军的同志 在厄与碗斗争的历史 在河南 陕西 甘肃 斗争的历史 听到了陕甘政府 政权的建立 现在 中央红军 红二十五军 陕北红军 三支队伍 今天 胜利会失了 这是中国 苏埃运动的 一个伟大胜利 好 好 同志们 毛主席要来了 毛主席 真的要来了 是啊 判了多少天 我们终于把毛主席 和中央红军给判来了 好 好 好 欢迎党中央 欢迎毛主席 欢迎党中央 欢迎毛主席 欢迎党中央 程中央 欢迎毛主席 你们在做什么 中军同志 毛主席给我们写信来了 中央红军就要来了 毛主席 等中央 中军同志 你来得正好 我们要给毛主席 看到一个发展壮大的 散干边根据地 这里才是 红军大后方 对 我们要用一场胜利的战斗 来迎接毛主席 和中央红军 中军同志 迎接党中央的工作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要发动群众 让陕北广大民众 制造中央 一个中央 没问题 我这就去着急 政府各个部门 开会布置下去 让咱们红军 毛主席 一道散干 就跟到了家里一样 好 好 好 立岩同志 迎接中央红军 可是一件大事 你得先放下 你手头的教学任务 到政府这几天 帮帮忙啊 那没问题啊 写个标语什么的 我还是可以的 仲勋叫你来 可不是让你写标语口号的 是啊 您是有不少的民事报告 需要起草 还要开麻胡子的 入党宣誓大会 当我研究决定了 让你也参加 我又不是党员 我为啥要参加 就是要让你受受教育嘛 你作为列宁小学的 教务处长 连党员都不是 我呢就是顶个头衔 充其量我就是个教书的 立岩啊 你就没有考虑 写份入党申请吗 习不习 我可是五花山的师爷 这叫什么花 麻胡子都能入党 你咋不行了 是呀 立岩 你到底有什么顾虑啊 我这古书看多了 思想有点陈旧 我怕适应不了 共产党那些章程 我还是别给党添乱了 立岩 越说越不下话了 李德 你不要着急嘛 入党是个人的选择和意愿 我们不能强求吗 但是立岩同志 我相信 有一天 你一定会愿意主动要求 加入中国共产党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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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同志们 大家都安静一下 同志们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将要宣布几件大事 下面请张总政委讲话 同志们 同志们 南下的会 已经开过几次了 南下的精神 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一个 只在言的心里头 北上是没有出路的 在我要宣布 几项重大决定之前 我们还是能希望听听 朱总司令 和刘总参谋长的意见 朱小总 你就给大家说说吧 与朱总 这么多天了 我听了不少 是该说说了 我是个共产党员 中央北上的决议 我是同意了的 两个和我政治局会议 我是举了手的 我不能出而反而 现在又反对这个决议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义务和责任 眼下 日本帝国主义 已经侵占了我们东北三世 现在又向华北扩大心律 在这民族威王的关头 我们红军应该担当起 抗日救国的责任 所以我依然认为 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是正确的 朱老总啊 事情是在变化中的嘛 两个月前我们有机会 现在已经失去机会了 没错 说得对 总司令 我刘兰峰一直支持中央的北上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不能握手成规吗 对 刘志尚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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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会失调机会啊 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 朱毛 朱毛 我们这个朱毛 全中国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让我这个朱 反对毛 我做不到 哪有朱德反毛泽东的已经 就是把我朱德都提两半 也隔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同志们 我认为 不管发生多么大的事情 都是我们红军的内部问题 大家要冷静下来 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要留有回旋的余地 你们都知道鱼棒相争的道理吗 如果我们自己内讧 那高兴的是谁 高兴的是蒋介石那个老渔翁 他在看我们红军的笑话 他在坐山观虎斗 我们会不攻自破 让我讲吧 完了 朱德同志 张总政委的南下政策 是完全正确的 难道你还要站在错误的一边 林副参部长 现在是开党的扩大会议 你怎么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现在 红军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 我们内部更需要团结 而不是搞分裂 同志们 南下需要团结 南下需要朱老总跟刘总参谋长 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好 同志们 下面请张总政委 宣布几项重要的决议 同志们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 我们党内某些同志 某些领导 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凌驾于整个红军的命运之上 这是非常错误的 所以 我们必须严肃地 纠正中央的错误 我们要效仿列宁同志 以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 组建临时 深的中央 张主席 电报 好 站个支队的 他们已经打下垃圾口 进入到甘肃境内 不是 即可大打通位 我和向前早就说嘛 垃圾口是天险 中央就那么点不对 能闯过去真是万幸啊 看来 最难闯的一关 他们总算是闯过去了 另外 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 已经到了陕北 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 二十七军会师了 徐海东 他已经当军长了 是啊 当年他是七十四师师长 很能打仗 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事指挥人员 张主席 要不要把这份电报 转给朱老总和刘总他们看 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王朝 电台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 联系上没有 还没有 算了 以后再说吧 你马上那个电文 以临时中央的民意 电力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 该组为北陆军和北方军 中华苏维域政府 该组为陕北政府 不得再忙用中央的民意 把号实力 谁 假 此处已用党中央 中共中央 中央政府 中国军委 总司令部的民意 对外发表文件 并与你们发生关系 已 你 朱总总想想 张总政委 要改做中央为北方军 中央红军为北陆军 您听说了吧 当然知道了 他要走多远 我们能拦得住吗 不成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喝洋汤 喝洋汤消消气 老总啊 部队马上要南下 我们还有心思喝洋汤啊 南下就不吃饭了 张国陶领导的也是红军哪 既然要南下 就必然和敌人打仗 那你这个总参谋长 更得好好出谋活泽 让我们的部队少伤亡一些 尽可能保住这支 革命有胜力量 我要是还能说上话 就好喽 张总中央独断专心 我只有去当当教员了 刘总 你呀 喝洋汤 消消气 现在你们俩 还真是难生难地 说什么都不管用 报告 许总来了 太精 想钱 向前 朱老总啊 我还没进门 就闻到了羊肉的香味啊 快走 朱总也在啊 来来来 坐 坐坐 客厅 盛头 朱老总啊 刘总 我来啊 是想告诉你们 他一点 他还法废俩 是可以 Says 给了 想着 还要 人 不是 他 你得养了他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玉晋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周 没有啊 从来没有啊 他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红军 是英雄浩瀚 可歌可计 老毛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 是什么 Avicet 是没给别人 是个人 这有命是 是 或者是 我不是 那儿 有 跟 有 有 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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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怕 远征难 三军过后 静开眼 老龙 你这首诗写得好啊 太真实 太形象 太准确 你这个老夫子 我到底是怎么个好 你倒是跟我说说 那我就抛转引玉解释一二 这个太真实 说的是我们红军 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只等闲 后面呼应的是 更喜闽山千里雪 这都说的是啊 我们真实的精神境界 这太形象 是诗中所点出的地名 而且用滕细浪走离丸 云雅卵和铁扫檀 来艺术地表达了 吴岭山 乌蒙山和金沙江 让人回味无穷 这太准确 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可以说啊 我们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长征 长征 从此那个墓 US槌山和黑山 吴岭山之物 嗨 沙 唱什么歌啊 好像唱的是一个人 这是老百姓啊 在歌唱刘志丹 说明这个刘志丹 在陕北搞得很好啊 我看 我们要快马加变 加快我们的行军速度 我想早一点见到刘志丹 好啊 那我们就上路吧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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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副院长 这玉阶的病情怎么样了 你别说那么严重好不好 就是拉两天肚子 很可能是 昨天吃羊肉吃的 朱老总说得没错 长时间不占游行 偶尔一次吃多了 是会跑肚子的 不过没关系 我给他开两副药 马上就好 好 好 客气啊 好 景温营中营长啊 就是中副院长的二儿子 秀霞是他的小女儿 是吗 那你们一家团聚了没啊 都看见了 我们一家 有四个人都在当红军 如果没有这一次分开行动 我们也不会分开 真不知道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现在很好 我只能告诉你们的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甘肃境内 正向陕北开进 甘肃 那可是我的老家呀 是吗 要是咱们这次也能北上的话 估计 你肯定可以回家乡看看了 是啊 可是我们要南下 张主席说得好 打到成都吃大米 我真担心 我真担心 能不能吃上成都的大米 诸副院长 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悲伤的 那个时候 您一定会和秀云 见到立功和秀霞的 你不想活动 总 百分之后 我现在也会有 整个时间 我都不卖自己 保重 我都不卖自己 跟刘子 别说了 不卖自己 昔 所以把我说 你用什么 那儿 你 scaled 来 爹 你跟我说吧 别让我着急了 他们已经挂了蜡子口 正往陕北走呢 太好了 爹 当初我们要是跟着 中央红军一起走 那该多好啊 现在啊 就别想了 如果有时间你劝劝兰锋 让他别老跟着 张主席屁股后面转 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蓝峰跟着张主席 有什么不对吗 你们年轻人 有很多事情啊 看不透 我和朱老祖谈了很久 他说 我们综归还是要卑上的 爹 这北上南下的事 都是首长您定的 咱们呀 就是普通人 这事不归咱们操心 我是替蓝峰操心 他是独立室的市长 和总部机关接触最多 我还听说他在会上质问朱老祖 说朱老祖墨守成规 像话吗 他这是怎么说的吗 我去给张主席扎针 黄秘书长亲口跟我说的 还说为此张主席还表扬他呢 爹 这首长表扬不是好事吗 爹怨人无数啊 有很多事情你以为看清楚 其实啊 那是糊涂 现在中央的同志和张主席 在北上南下的问题上有分歧 四方面军实力荡 毛主席只能带着一军和三军 独自北上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爹 听说 他们不是逃走了吗 闺女 你也见过毛主席和州副主席 他们俩是随便逃跑的人吗 那倒不是 我是担心兰风啊 他那个倔脾气 跟着张主席这么闹下去 如果真有一天北上了 他能转过这个弯吗 景云 走 喂 马上到总部医院 找中户市场把字条给他 这儿 快去发挥 给我抓紧了 市长 市长 不用去了 什么情况 您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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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玉同志 你怎么来了 我正让九月圆 给你送好消息去呢 是我二哥跟秀霞的消息吗 你都知道了 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兰风 我有话想跟你说 是爹让我告诉你 他让你别总跟在张主席屁股后面转悠 你是个当师长的人 说话 做事都要有个分寸 不是 我 我跟着他后面转悠 我转 我对吗 我对吗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听我把话说完 爹说了 你在会上质疑朱总司令 说人家墨守成规 这东西谁在这儿瞎说的